如果热林学习中心特别邀请到专业的老师 来带领长者体验艺术创作 虽然有许多长者都是第一次长置绘画 但也越画越上手 并也从中获得许多成就感 我们现在因为研发了很多的热林艺术的 所谓的自我疗愈课程 今天他们是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一般来讲他们是抗拒比较不敢的 可是他们今天透过他们引导 我们的引导让他们开始顺手 而且最后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画青花池 也就是大小平安的意境 那这是我自己研发一系列的 春联课程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长者们来到热林学习中心 参与各式课程都相当的开心 这也显示了搬理热林学习中心的成效相当的好 因此陆古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也希望能够持续来承办 帮助社区长者能够快乐的生活 每一周的拜市 会装两点到五点 都会跟我们这些长组 来做一个教一些 最高的味道啦 唱歌啦 是做一些健康的那些 最高的五点 五点后就完成了 可以享用 真的感觉说办了 非常好 非常免疫 我希望日后可以继续 我们继续来办 每年每年都会这样 入股热林学习中心在发展协会成员与志工们用心经营之下 将长者们照顾的相当完善 对此许舒霞议员也感谢他们的用心 也邀请更多的长者一同来参与热林学习中心的课程 我们六国社区也贏着我们的中央 长照二零零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我们的前不久呢 特别来我们热林中心来做一个接牌 送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总監事 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朋友 在每个礼拜四的下午 在这里特别举办我们的这个热林的活动 你也希望我们家里的我们家所谓的长辈 你如果感觉说你在家里面 把电视机关掉 把我们的垃圾关掉 利用时间来这里大家共同来做点最高 我们六国社区也有很好的设备 所以在这里欢迎大家 感谢我们的理事长的用心 所以呼吁大家 是来利用我们共有的一些资源 让我们退休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 议长何胜峰肯定入股社区发展协会 规划课程的用心 也期盼在协会用心经营之下 让地方长者能有更妥善的关怀与照顾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